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49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是NA推出的天空守卫 是使用的并行金刚居管里头的天火 作为致敬的对象 那这个包装盒 它的盒绘啊 这个色调 线条 还有这个整体的画风 很有30年前的玩具的那种插画的风格吧 像是什么太阳之牙啊 这位旗甲创世纪 那个时候的玩具的这种插画的风格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赞 很有很有很有感觉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是一个它把Megatron 举起来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看起来 这是玩具是非常巨大的 而事实上 这款玩具的体型确实非常的惊人 我们先拿它跟自家的NA的产品 这个在GUI动画里头 他们是有这样一起出现过的 它跟Starscreen的话呢 是朋友吧 那两者的身高体型呢 一系纪的应该也是差这么多了啊 那如果把它跟官方的玩具呢 我们找一个体型跟它最接近的 可能跟一个V级的玩具 差不多一样大了 所以说它是小比例的玩具呢 对 它是小比例玩具 但它是一个巨人 那等于是说 小人国里头的巨人 大概就跟我们差不多 那这款玩具的测试 确实的去证明了这一点 那非常饱满 身上的话呢 没有什么空洞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没有了 那它的身上这个QC Pass 就是这个质量检验过关的贴纸 它让我想到FT的玩具啊 但是这个我个人不打算撕掉 就让它留着吧 它的配件呢 只有一把枪 没有任何的替换脸 特效件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那这个枪也有点意思 握的话呢 其实很紧 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握法的话呢 它是直接这样抽起来就可以了 你看它的拳头里头是个凸 那这里是一个滑槽 这样感觉就很好 这样子扣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拔出来就OK 那枪的话呢 因为没有什么机关 所以我们也就 不再多做太多的展示 玩具是白色的啊 所以这个镜头前面 可能画面闪烁会比较严重一些 那它身上的一个关节的话呢 腰部的话呢 变形成几次之后呢 感觉稍微有点松掉啊 但是基本上还在可以允许的范围 脚后跟 看到吗 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 所以它下盘的站立其实非常稳的 那在站的时候 我建议是把这个高跟鞋的形状弄出来 再让它去站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会比较稳固一些些 那它的背包的部分 这两片翅膀怎么放啊 我不是很清楚 我习惯把它放成这样 背包的处理的话呢 就是这个玩具变形上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啊 那它身上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高可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部 这个旋转 它这个头的脖子呢 跟美版MP10啊 我这样比喻 各位应该能够知道 因为美版MP10的脖子可动的话呢 是我觉得转起来非常舒服的 面调也做得很好看 手臂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手臂要平举 往前斜上纸的话呢 你必须要转这个方向 再给它斜上纸啊 可能要这样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事了 二头肌可以转动 这个手肘可以转动 那这片部件的话呢 是活动的 可以推进 有一边可以 有一侧可以推进去是吧 这里可以压进去 一推 它会再跑出来 再压进去啊 这是一个 虽然说是小比例 但是它已经做到很大支 也不能用小比例来 来给它放水了 那这个拳头的话可以转 然后四指共用一个关节 腰身刚刚提过可以转动 那这一次的话呢 一样是有一个往前面看 这里一样有一个金属部件在里头 所以它可以往下看 对于往下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玩具之间的话呢 这个大小这个呈现的感觉呢 就更加的强烈了 裙甲的话呢 前面的话其实没有裙甲 它是整个关节一起动的 侧边的裙甲 它完全没有参与变形 侧边的裙甲就是 纯粹是装饰用的 后面的话呢 没有 没有裙甲 它一样是一片的造型 外面内收 膝盖弯到90度 比较可惜这个地方会裂开 脚踝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 那么脚踝的接地可以说是 变形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点 那玩具本身有一点非常好啊 就是它的一个下盘的稳定度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那我们稍微的去 稍微做个简单的演示好了啊 这个以前啊 在老肖的时代呢 他都会说 一个玩具的下盘设计的好不好 就要看他能不能够轻松的做出柜子啊 如果能够轻松做出柜子的话呢 表示他的一个下盘设计是非常好的 那我个人的话呢 还很喜欢就是所谓的一个啊 柜射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得出来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这个啊 我一直觉得啊 能够持枪的机器人的话呢 能够做出这个动作啊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帅气了啊 那如果要我说 呃 他目前的话 我觉得比较堪忧的点吧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后面 他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有一些是塑胶 然后他的塑胶的白的话呢 好像 我的眼睛不知道怎么看错 像这个大腿 跟这个小腿的白 好像不太一样 还有一些地方只是上漆的吧 涂上去的还是怎么样 反正他的这个白的话 没有完全的纯白了啊 那白色的塑胶会不会黄化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就是有时间来给 他做一个考验了啊 白色的玩具在收的时候呢 就大家自己去斟酌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一款 天空守卫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拳头把它给收进去 拳头收进去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直接做一个反转啊 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了啊 他的变形的话呢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妙的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挑起来 然后整个地方可以往前面 这样一扯 整个前后的话呢 就错位错开了 我们先把飞机的头给变出来好了 这个非常直觉啊 这个看到什么呢 就把它给翻出来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把它给往两侧拉开 两侧的话呢 朝中间做一个靠近 再把这个部件的往下放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凸啊 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凹 在上面这里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 因为你不扣上 它前面这个地方是会晃动的啊 当然你要最后再扣也是可以啊 这个顺序的话呢 是照这样变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两片部件是往侧边 哦不对 先不要推出去 这里有两片部件 要把它给翻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凸 上面有个洞 这样把它给扣进去 扣之前的话呢 这个地方再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部件还有一个偏要翻出来 这里比较容易去忘掉 因为这个部件没翻出来的话呢 它一样可以变形成功 但是就是会 机头没有很稳固 这个扣的密合度太高了啊 好 这样到这边 好了 这里 把它给 搅合进去 这个地方再过来扣上去 另外一侧也有 这里过来 把它给扣上 这两片部件这里扣上 这里 还需要个锁扣 把它给扣上 好 都给扣上 然后最后这个再下来好了 到这边 好 要上去了 整个飞机的头部就已经固定完成了 非常的稳固 锁扣 扣的都非常的到位 再来的话 我是建议吧 先把腿给做个简单的变形 这个地方翻出来 脚后跟收下去 侧边的脚先推出去啊 然后呢 转这个方向 我们要这个方向先进去 这样进来 然后这里刚好有个突跟到这个结合在这 这个顺序上稍微留意一下啊 那这里的话呢 不一定要推到底 不一定要推到底 因为最后还需要靠一个地方调整一下 先转进来 这个进去 推的时候 它会刚好靠到位 到这 相多音位置大概是在这里 相多音位置 大约是到这 再来就是背包了 这个背包的面积是比较 看出名书可能 真的不容易看得懂 先把两手大概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两个背包中间的把它解开 这里解锁解开来 我先把这个镜头再放低一点好了 这样我比较轻松 这样解开 这里 一样解开 如果说你觉得不好解开 可以用工具没有关系 内部的话呢 有个部件把它翻出来 里头还有两个小部件 翻出来 到这边 这里有个小手扣 把它给扣上去 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背包现在是这样 我们要把它整片这样翻过去 整片翻过去而已 那关键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地方 看到这里 有两个滑轨在后吧 对吧 把它给往两侧拉开 然后我们要把整个面板的话呢 就直接这样子翻过去 那翻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部件 它太长 它有把它拆成两块部件了 所以呢可以稍微把它折一下 让它穿过去 这样穿到前面来 穿到前面之后的话呢 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都先把它给闪开 躲到这 我们要做的步骤呢 是把这个 红色这个部件 往内 来折进来 这里一样往内折进来 然后呢 按在这个缺口这里 对吧 清入之后 它就变成你的形状了 对吧 然后呢 两手呢 就把它合在一起 往前放 那放的时候呢 我看说明书的转法是这样子 这个收手臂的地方 缺口是在外侧 朝外侧 手放在这 头尾在这就行了 到这吧 然后就把这个翅膀 往侧边推出去一点 你不推出去一点的话 没有空间 往两侧 这里 背包就给把它合起来 那背包先合起来之后啊 这两片部件 要塞到这个大的引擎口里头 这个就是我说 这个腿不需要完全先密合到位 那你还是需要 通过一点小空间 这样子 把它扣进去之后 把这个小引擎放到大引擎里头 放进去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 整个部件这里 下面这里 有个锁扣把它扣起来 然后 它的里头 应该没有什么地方要扣了 对不对 哎 哎 不就好像变完了 对不对 这样把它扣进去就行了 主要就是这个 背包要整个一个大翻转 这个看说明书是真的是 不容易去去理解到位 那其他的变形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 我个人觉得吧 非常的流畅 那这个轮子的话呢 推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觉得不好扣的话 就是用小工具把它扣出来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轮子都是往后面推 可以把它卡到一个定位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终的飞机的一个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啊 飞机的形态也是很大 这是官方的一个 Dellos等级 那猪猪大概是两个 D级的玩具 这么大 那重量也表现挺好 它的金属部件在这里 这里没有金属部件 脚后跟跟这个小引擎的这个金属部件都在这里 然后轮子不能滚 只是一个造型 那轮胎的话呢 卡的话呢 你稍微往后推一点它就崩了 所以你就稍微往前滑一下啊 虽然没有滚动性 但是可以把它扣到相对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 看一下里头的细节 驾驶舱里头也是有细节刻画的 然后上方蓝色是金属漆面的感觉 那变成飞机之后的话呢 我觉得吧 稳定性非常的好 几乎是卡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那上方这个色差 在这里就是比较暴露 平常在人形是在背后 但飞机形态下就是会有这些 光镜头里头这样看 应该都能够看得出来 有一些小色差 但是你在不在乎呢 就看你自己怎么衡量 武器可以扣在这里 难得啊 就刚好可以扣上去 那很多 新年很多的玩具呢 就人形载具怎么都很帅 这是武器的 人形 在载具下都没有的一个扣 那这一款的话 非常的均衡 那尺寸达到了官方的V级尺寸的大小 那关节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略微的偏软啊 不是说非常的紧实 可能玩具有点重吧 但是耐弯度是相当够的 变形也简单 那零件也没有细小的零件 整体来说 它的变形设计上 我因为过去的天空 好像没有玩过 把手收在上面的 那你用一句 我自己应该没有在节目中讲过 说什么第三方的设计是MP级别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当然这一款的话呢 我几乎快要可以这样子行动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 有大师级水准的一个变形设计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玩具 好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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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